讲到发现 发现法师 发现我们的律中 这个戒本不全 都是在各个经典中 找到没有一个完整的戒本 他就发心到印度 去找到这个戒本 当时他出国的都是60多岁了 60多岁 真不容易 这老发誓 一开始到了北印度 发现不像他想象 他想象的到印度就好了 找到这个繁文译本 我就给他翻译过来 或者给他带回来翻译回来 他发现也不是那样 印度的传统 我们知道他有长行 有记子 我们经典的叫长行 记子怎么回事 其实他们不写 是大部分人的传承 为什么叫人传人 因为他们文字很少 不写什么年代记录 备业经也很少 他们全是靠人备的 都要备下来 这经典 所以说我们发现 那旧穆罗史人的一经的时候 也是他师父备下来 然后他把他翻译下来 并我们想象还有什么繁本 没有什么繁本 印度的佛教的传承 全是靠人备的 备长行 备记子 包括吴助菩萨写的巨石论等等 那也都是靠备下来的 他写巨石论前身是 必杀伯论 应该是 他觉得 那必杀伯论 有很多问题 他要改 改的话 他就去学去 学的时候 那比较长 他备下来了 备下来之后 他不能 他一开始说的 没有备 说他备不下来 把那个重点写在那个纸上 然后把纸搁担子里 准备偷摸 准备出去 然后有一个阿罗汉 正到阿罗汉发现 他说那你 你不行啊 你这样过城的时候 被人抓住了 杀了你啊 你这偷渡什么 像文化偷渡 就有点这个意思啊 各国家之间 是不让那个文化流通的 那流通的话 都当礼物送啊 我这个国王送你 这个国王一部经典 那都是大礼啊 人家偷了走是不行的 他就花了两年时间 也是 记载啊 背下来的 回去之后 把背的东西 再写出来 然后再论证啊 哪些好哪些不应该的 据手论一点点 这样形成 所以说我们看印度经典 都有长行和记子 那记子啊 就不是说 这么繁琐 本来那个都讲一遍 那记子怎么又讲一遍 那个记子就是 为了自己 让自己怎么不忘记 顺口一背 然后就想起长行的内容 他不是讲两遍 所以发现呢 到这个印度发现 哎呀 这戒律啊 都是各个这个 这个戒师自己背出来的 也不是写出来的 问题是他还不会印度语 他又不会繁衣 不会印度语 哎呀 然后他用三年的时间呢 把印度语啊 就学会了 哎呀 这都繁文呢 特别难学啊 这点我们 我们那个 在北大时候 也接触很多这个 学繁文的这个研究生 说他没有过七年 你都学不下 特别难学啊 说这个 就发现 这六十多岁了 那字母表那么 他三年就学会了 那真是没有佛服的加持 那真是做不到 就北大学生都有智慧 就得学个五六年的 就学三年 就学到这种程度啊 可以听啊 可以翻译啊 但是那个 在中国研究佛教的一些研究生 博士生啊 他头发都跟高老师这一样啊 都凹凸头了 都是啊 因为你看呢 你研究佛学 你得学巴黎文 你得学梵文 或者你还什么 学个柬埔寨 或者缅甸一个小语种 这英语你还得回 你想研究佛教 你最少得会个四到五种语言 你不是书 你最后把这书 你得能看 这一个凡文 就得让你每天 得学多长时间 所以研究佛教的一些 这个学者 一天不看个十五六个小时书 是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 你没有看十五六个小时书 那就混了就是 我当时听了说 所以他们就都是熬一熬的 就头发也都跟高老师 不出家也先出家乡了 这是这么容易 反过来说 我们法险六十多岁了 那么远 三年把它学会 然后他就学了 他就把这个绿 就这个绿宗 就是戒律 就都背下来 但有个问题 问题 当时法险跟 和我们现在这些人一样 就认为这个经典 在印度没有 应该有繁文 应该有本子 不应该都是背下来的 是吗 所以说他回去不好说 你回去你背下来 你还得没办法 他说不行 我还得找一个 这个写在纸上的一个东西 拿回来 大家信服 哎呀 就找到十年 终于啊 在这个中印度 找到的一个 繁文的一个 写的戒律的一个经典 是哪个经典 我还没有详细看 查 哎呀 他如何至宝 他该抄写 那抄写繁文不太好 你看他那 这都七十多岁了 那时候 哎呀不太好抄 眼睛也不好 后来就打动了一个 印度人说 干脆哎呀 我帮你抄吧 就把这个 繁文呢 就抄写一遍 之后他带回来 就翻译 之后我们律动啊 就律动我们的戒律 才有了真正的这种戒本 啊 这个对 这个三参大戒的这种 详细的这个 那几个戒本呢 太全了 啊 就是发现 对这个贡献是蛮大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知道啊 辽道宗啊 就是道大师 我们新校做的道大师 他生活那个时代 辽道宗是懂繁文的 这皇帝懂繁文 你说他的佛教得多热爱啊 多难学啊 多难学 当时道大师那时候啊 在这个辽代会繁文的人很多啊 那国家还专门派出去二三十个这个年轻的法师 专门到印度啊 去学习佛教 学习法文啊 学习法文 哎呀 这个在这个辽代有这样的记载 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是辽代的这种佛教的传承啊 包括的他的华言经的传承啊 或者是我们的修的这个密宗的传承 从某个角度来讲 也佐证了啊 这个经典的准确性 以及他繁文发音的这个正确性 以及他的繁文传承的可能性啊 就有可能直接从印度就能够学到这些内容 这是这个法显的一个故事啊 那看来我们这个律宗啊 也有不同的这个阶段啊 就是这经典的翻译 在当时啊 要有多重要啊 那经典的翻译 那么比如我们看 这个菩萨戒的经 凡网经 还有这个 在家菩萨戒的 优婆赛经 等等啊 这是个内容啊 那太曲法师 专门讲过这个 优婆赛戒经 优婆赛戒经很重要啊 就是在家菩萨 如何守戒 这个有事件啊 有这个戒经啊 也会推荐给大家 大家看一下 太曲法师的这个讲解 法师的讲解 因为我们尊重 你不受戒是不听经的 不听戒律啊 你不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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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给讲戒律啊 所以是我们 基尼安倍的内容中 是没有讲这个经典的 但是大家呢 太曲法师做了开始啊 太曲法师做了开始 在家菩萨戒的这个 经典啊 大家是可以借鉴学习的 借鉴学习 这是绿宗啊 绿宗啊 在我们中国啊 现在仍然有研究 还有密宗 密宗 那密宗呢 就是对中国来讲呢 就是善为金刚之不空 三大事 传到这个中国 传到中国 那中国为什么没有红传开啊 主要只是在中国啊 这就是皇帝 贵族学的东西 啊 因为太好了 他们学啊 不让别人学啊 是吧 学了能力大了 都造反了 所以说 就在这个 在中国的这个密宗 始终是王室 修行的啊 皇帝啊 慧族啊 那修行到的 老百姓啊 修行不到啊 只有道大师 开了这个慈悲心呢 把这个新药 开设给我们 这时候 这个密宗啊 还不是那些有钱人 有世人 皇孙贵族学的 他变成我们这个 所有人都可以学 懂东西啊 所以说在这一点啊 非常感恩 这个道大师 啊 这是这密宗 真是过去 你没有 没有这个前台 你学不到 你没有那身份地位 也不让你学 啊 就是密宗 富贵的密宗啊 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啊 是吧 就叫什么 给大家说说 这几个特点 也挺有意思啊 也可能看出 这个叫密宗 产品 方便界 为时 烦恼 家庭空啊 对 意思 是富密呢 那过去 那个 学富 学密宗啊 都是 有钱的人能学啊 贵族学啊 你像朱元璋 学完之后 他不让别人学了 你学了准体法 你都求自己当皇帝 都当皇帝 给我争天下 你们都别学了 我学了 你别学了 有一个富贵人学 或者是你学密宗 你不供养 没有这些坛成 这些支持 你学不了 啊 这两个概念 所以说密宗叫富贵啊 富贵宗啊 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 密宗还是富贵宗啊 你凭人学了密宗 你就能富贵啊 转变你的财富财富大了 富密啊 想支付学密宗啊 富密 残贫 去禅宗的河上都穷啊 这些表面现象 说明禅宗啊 他不分高下啊 没有什么文化啊 不管多贫穷啊 你能插上去画头 你能够就能修了 要师父指点你一句话 你也不用学那么多经典 那就可以修了 禅宗普及面也比较广啊 形式也少 所以在那个唐代五宗灭佛之后 有形的靠经典呢 这些宗派都被灭了 禅宗没法灭啊 他没什么形啊 他不一定是代家人 夫家人 老少都可以修啊 参画头啊 参一个念佛是谁啊 就能修啊 这产品啊 方便静 静主更方便是吧 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方便静 为师凡琐 哎呀 学为师太繁琐了 就学那么多理论知识啊 就对为师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啊 变那个顺口溜的人啊 家庭空啊 啥叫家庭空啊 那个三论宗的这个祖师啊 家庭祖师啊 以这个祖师这个名字来命令的啊 我们说的三论宗 传统华言修身律 一笛组织天台中 华言宗啊 非常富贵 什么叫富贵啊 他这个富贵是理论上非常圆融 在华言宗中 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宗派修行的理论工具啊 所以说传统的宗派啊 你都能找到华言宗的这个根基啊 所有的修法在华言宗啊都能找到这个理论根基 这个华言宗啊 这个华言宗啊大部分也就是在佛教传统啊认为是龙树菩萨在龙宫取出的华言宗 所以说我们这个中国的八宗啊也共同宗龙树菩萨是八宗出主啊 因为他取出的华言经各个宗派都借鉴华言经的这个华言经的这个经典理论中的某句话和某个记者某个理论啊 所以说那个传统宗派都都宗华言啊差不多这个意思 华言是富贵啊广大呀里面什么都有什么法都包括啊 啊它是圆融的法 那你看所以道大使啊采用这个圆融的法啊把其他的都可以包括进来 都不排斥这个圆融的法 修身律啊就是严格的修身的是律宗啊 以戒律为主体 一礼组织天台宗啊 天台宗对这个佛教理论的组织啊 叛教思想的各个方面的组织特别好啊 佛教意识方面组织的也特别好啊 所以天台宗真是成中国的自己的宗派建立 后来华言宗其实也是借鉴天台宗的这个叛教思想啊 也是所以说天台的异理组织啊啊 这个理论组织啊 包括这个宗派的这个模式组织的都是非常好的 这天台宗啊 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这样是我们就宏派上对这个中国这个八个宗派的关系啊 有个了解 我们知道啊 这个法相宗就是慈恩宗啊 这个无相宗是三论宗啊 波罗啊 我们读的新经啊 金刚经啊 这都属于哪个宗派啊 啊大乘始教中的无相宗的这个啊 经典啊 经典等等啊 就可以这样来理解吧 波罗经典 这个是维世经典 可以从经典角度来理解啊 这是从经典啊 这是这个历史角度 那后面我们还要讲的 讲那个经典 讲那个大乘始教中的这个法相宗 无相宗啊 是把他放在对新的认识上的一个角度来讲 这里呢 就暂时是宏观上给大家讲一下他的一个啊 他的一个法相宗和无相宗 所以有始有终是吗 这是一个完整的 这不是说他高他力 就是完整的 那宗教在哪里完整呢 那我们知道前面啊 再说啊 不仅有人物 有法物啊 不仅要度自己啊 要度众生啊 要度众生啊 那你看就有两点啊 一个是啊 不仅人物 有法物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不仅你有我 也有众生 要度众生 那宗教就解决度众生的问题 啊 什么叫度众生的问题 重要 就是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度呢 还是只一部分众生可以度呢 哎 这是大家当时啊 比较关注和辩论的主要重点 所以是谁回答哪个经典啊 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大家都听了法华经了啊 法华经了 人人都有佛性 人人都能成佛啊 人人都有成佛的这个根性 就像你怀中有宝珠一样 只要你没有发现啊 那宝珠就在你身体 所以这里啊 取了那妙法莲花经的这个 人人都有佛性的一个一部分观念啊 可以这样讲啊 妙法莲花经当然不只是这一点 之前大家听了 所以说呢 这一成宗教啊 就将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从本以来 灵明不昧 寥寥常知 无始迷倒 不自觉悟 欲成佛果 虚先了悟 自家佛性 后方称性修息 而有无量妙行 多谈法性 是大成禁礼之教啊 大成的礼啊 讲通了 讲尽了 这点呢 有这个七个比喻啊 如果没有听到这个 我不想讲了 这大家 你们可以再看看高老师讲的那个法获经 讲的那个七个比喻 就知道 为什么说人人都有佛性了 人人都可以得度啊 人人都是佛呀 那这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重要的事情讲三面啊 大成使教解决的是人物我和法物我的问题 人物我法物我之后啊 你要发菩提心要度人了 那什么人可度 什么人不可度呢 什么样的根性可度呢 那就是要讲 要研究 什么人可度 那就是是不是人人都有佛性 当然上后来上升到是 这个石头有没有佛性可不可度啊 中国人研究这个相心性啊 非常有意思 相心性 然后研究心 然后研究性 那心性啊 心性去啊 这是佛教最感兴趣的 那什么是讲性啊 佛性呢呀 《妙法莱花经》 《夜盘经》 经典 以及保性论 佛性论 十多不论点 告诉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 无始以来 只是我们迷乱呢 不能自觉开悟 佛呢 给我们开佛之间 无佛之间 让我们入佛之间 所以说 达成宗教 这个宗教 就是理论上讲到头了 那修行过程中 实际上对应的就是禅宗啊 常常勤服侍 物识落尘 一种是 菩提本无术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落尘啊 这两个一顿一剑的这个争论啊 也是这个当时人们 不同的见解啊 一程遁教 那这一程遁教呢 这具体的 相对的这个宗派 就是指这个 中国的禅宗啊 禅宗的这个具体的这个修法啊 这里是简介 在道大师后面中 非常详尽的把禅宗 可以了总结 所以说大家 在后面呢 会详细的学习这个禅宗 我先这个讲讲龙家经 龙家经啊 是我这个年轻时候 就读的经历 很难讲 也很难学 中国知识分子 最喜欢两本经 一本是龙家经 一本是龙严经 所以说好多这个佛教的研究者 都给 你们看原来我们 在佛教的论坛上 尽量看原人名给自己 就起二愣子 佛教徒愿给自己起二愣子 一般一开始不太懂 这什么二愣子 不就是傻子吗 我们觉得是吗 或者是愣头青啊 哎呀不知道啊 你们不知道佛教内部啊 对二愣子是指哪二愣子 指哪二愣子 那是想起来吧 哎对 喜欢龙家经 喜欢龙严经 天天研究龙家经 龙严经 这样的人都管自己 叫二愣子 我都知道 现在有好多人 管自己叫二愣子 男时有一段时间 也给起个自己外号 也叫二愣子 还有很多人啊 给自己起二愣子 等等啊 就喜欢龙严经 龙严经 喜欢研究的 看的 看不明白也看 是吧 大部分人看不明白啊 但是就是因为 看不明白才看是吧 看不明白成佛了是吧 所以说经典有的时候 你你学习的 你别想 你不可能一下就学明慰了 怎么可能呢 是吧 你能看个5% 10%不错了 今年10% 明年5% 就会15%了 看看呢 这经越看越厚 再看越来越薄 你知道对应你呢 就那几个记的几句话 你记住 当时我看龙家经之后 我就记住了四句话 这四句话我天天读的 天天读的 读的十几年 一二十年 慢慢你才明白 我龙家经读那四句话 我选的太高了 这高老师修了30年 我现在才明白第一句话 佛讲的真正是什么意思 后几句话还得慢慢来 所以说不要着急 经典慢慢学 当然了 后来有了准题咒了 就明白不明白 无所谓了 准题咒包含了这一切 所以说你看有准题咒多重要 不然你看好像显中的经典学习 你一辈子学一部经都不一定学明白 那你还修呢 修啥呀 现在人就智慧 就这点智慧 这点福报 还读经 这是种个种子 你永远在读经阶段 你不会到修的阶段 读不明白 福报所知 这东西跟智慧都没关系 现在人有智慧 他没福报 所以说培养福报非常重要 读了这个《龙家经》 读了这几句话 读了十多年 现在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 真正才 感觉自己明白了 可能再过十年 又感觉又明白了 这《龙家经》 这个是 禅宗 祖师 咱们祖师传下来 他传下来干什么呢 是一心的 就说你啊 觉得自己修营好不好 你其实按道理说 不用你师父说 你自己应该明白 你要不明白 你看看《龙家经》 你要把《龙家经》 能看明白了 《龙家经》上的境界 你清楚了 那你就是开悟了 你才是修营好 所以达摩祖师 让人不是说 照《龙家经》修行 他传了修法 《龙家经》是你一心的 你修的对不对 错不错 好不好 到什么境界了 你看《龙家经》 你才能明白 那就《龙家经》 《龙家经》 想看明白 想讲《龙家经》也难 因为你禅宗啊 全靠的一些 达光贵人 皇耀佛法 人数少 禅宗还要走 这个平面路线 要更多的局势 更多的老百姓 都能修行 所以说这个 从这个 禅宗啊 就从这个 《龙家经》的 宗室啊 慢慢变成了 用这个薄弱经典一心 《金刚经》和《心经》 不如经典 跟那个相对来讲 还对一般的修复的人 还有简单一些 也短一些 不是那么太难懂 所以从三祖以后啊 就引入了这个 中观的思想 不二思想 不二思想的引入 变成对《金刚经》的 这个引入 所以说六祖啊 开始之后啊 六祖之前呢 是《金刚经》 进行的 六祖 六祖会能 六祖会能以后 《金刚经》都不看了 把经典一点点 全放下了 谁给引心呢 师父给引心 开不开悟啊 跟师父说一句 师父啊 跟你对格记得了 认为你认不认心 一点点啊 由这个 如来佛讲的经典 引心 变成师父给你 讲引心 就从如来残 变成什么 祖师残了 师父 如来来一个 引心 和师父引心 不同啊 这是我们 从引心的角度啊 所以说他一从 顿教开始啊 对修行来讲 心很重要了 你想修行 什么误心啊 心没有明误 错了 用地儿 用错了 力量用错了 你白修啊 所以说什么时候开始 算是修行啊 就是你 引心的 引心的 佛教有心动 你心动 但是我觉得 还经典准确啊 师父 一旦一个师父 错了 那不都错了吗 你怎么知道 你误能是真心啊 如果师父错了呢 师父都没有误心 那你还误什么心呢 所以说这风险 还是蛮大的 我说 哎呀 回归经典 是很重要的 现在你看 禅宗啊 无论是学者 还是这个 修行人 都觉得 我们应该回归 这个 如来残 就是按照 龙家境来修行 禅宗应该回归 这个 如来残 参话头 这种 祖师残 应该放一放 因为祖师残 他本身也断了 这传承 这本身是名义上的传承 并没有一个真人真人 这么传下来 他都断了 所以说 回归这个 如来残 可能 是不是更有利于 禅宗的这种复兴啊 我们不是说的 有些传承 有些传承 对不对啊 这个 无法考究 禅宗这个传承 没有历史性啊 只有这个作用性 那你这个禅宗 用那个 龙家经来应行啊 那就不一样了 祖师讲的 没有问题啊 一经不疑人 是有利于这个禅宗的 以后的 现在发展 就是这个 一听遁教 禅宗 现在的状况啊 高老师的见解认为 要回归到这个如来残 那才很有这个 很有意义啊 很有意义啊 所以说非常 现在非常有好的现象 修禅宗的人啊 这慢慢都 都想认真地学 这个龙家经 学为时啊 那学为时的人呢 哎呀 有个现象 学为时的人修修 为时 学学为时都修禅宗 我不太同意啊 是吧 你禅宗啊 你可以用龙家隐形 但你修为时的 你就又修禅宗了 我觉得是走这个 倒退的一个路啊 倒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说你 比如说你说闲话的时候 你可以念佛 那念佛的时候 不能说闲话 一个道理啊 为时啊 为时观啊 为时观的修法 是层次 非常高的 非常好 如果把为时学透了 那你就 自然而然 进入人物法物 这无分别制的 这个禅宗啊 那你跟禅宗 它不是一个路子啊 所以说哎呀 我高老师 也为中国佛教 其他宗外发展 也有我的一些想法 禅宗怎么复兴呢 那我们为时中 怎么把这个理论上的为时啊 变成实修上的为时啊 其实为时学拜的 只有在中国 是有这样的这个 宏大的叙事的 你像大唐的时候啊 那为时 玄奘法师啊 那世界知名的 那么中国佛教如果发展 应该恢复这个为时 所以高老师还有心愿 除了这个 这个 洪用准题法以外 如果我经历啊 可以的话 或者菩萨有这样的安排的话 我也觉得在为时中 中国也要发展 那发展 你理论上没啥发展的 理论的古人的研究的很高水平 你哲学上 你像那个五六十年代啊 西方人啊 法国人啊 德国人啊 包括美国人啊 对中国为时 包括成为时论的研究啊 已经是很哲学化了 研究到一定高度了 你哲学上 你继续学上 你研究不过人 在为时 在为时学的考究上 资料考究上 那日本人 韩国人 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研究明白了 你中国想那个 你把为时中 做一个中国自己的一个宗派 想发展光 你只有在为时参观上 为时修行上 是发展的这条道路 你在理论上各方面 你超过不了日本 和这个法国和美国了 你五六十年代 都已经研究得很透了 所以中国为时想发展 就要从实修上 为时观上入手 为时观上入手 把这个社大乘论和这个成为时论 作为主要的这个经典一句 这两点 结合可能是中国这个复兴 慈恩忠 这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是实修的角度 当然太曲法师 对慈恩忠的发展 也具有火望 他有他的想法 他是觉得 人间佛教 他对慈恩忠 喜欢上升到 对米勒普世的敬爱 米勒普世的敬爱 研究米勒上升经 怎么我们通过五级十善 就可以到米勒净土 到那儿听米勒讲 他是把慈恩忠 跟那个米勒上升经的 米勒净土 和人间佛教结合 做善事 相信因果做善事 就可以往生米勒净土 实际上来讲 这容不容易 行实善不容易 恶业凡夫 所以你降生到索伯世界 人人带着恶业来的 所以说 这准题法 净土法 米勒净土 米勒净土 还是他与自己 有很大差别的 大家自己去思考 上面讲的一些内容 都是乌官 好坏 它既有宗派发展的脉络 也有因为众生根基的脉络 也有佛教跟其他宗派 宗教之间互动的脉络 不同的 显现成不同的模式 从根基来讲 哎呀 就喜欢什么样修行的众生 都有 我遇着一个小孩 十七八 他说你也准地咒 准地咒 修什么呢 修福报 我不需要福报 我就修禅农 要立地成佛 他就喜欢着 然后 弹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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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得也很好 弹吉他就随心自弹 自己的想法弹 他喜欢着 跟他潜水无关系 那有些人 一听到佛号 就泪流满面 前世有这个音乐 所以说人们一开始修行 是随着自己音乐和喜好入门的 他这个门是从那开的 但是你知道这是门 要开这个门 让他进来 但是路如果沿着他那一个路 走到头 他走不到头 那个路不是终结的路 只能走一半 但是那个门还要开 所以说通往那个成就的路 有无数条 有的这个是走一半 有的是绕完 有的路上是有苹果 这一路上都是苹果 有的路上这一路啊 都是香蕉路 有的路啊 这一路啊 都是草药 有的那个成活之路 一路上都是歌舞生平 人们那个走 可选择自己喜欢那个路 哎 这个路好 有吃的 哎 这个路好 有玩的 哎 这条路好啊 有病了 就可以治 随便摘个草 吃的就好 所以人们入门呢 是走自己喜欢的路 那这是一定的 但如果你想度人的话 啊 你还真的就不能只是走自己喜欢的路 你度人的话 那你各条路都要走 都要走一走 看一看啊 这个时候你虽然不喜欢它 但你走过了 当有喜欢的人的时候 你就能把这条路讲清楚 哎呀 这条长苹果的路 哪哪 走到哪个地方 苹果是红苹果 哪里走到哪是国光 哪里是香蕉 什么 哪时候苹果是熟了 虽然你不喜欢那个苹果路 但是喜欢苹果路的人 你得给他讲清楚 所以说那都红法的人呢 你就不能偏一门 你要讲究圆荣啊 要讲究圆荣啊 这高老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啊 还有门的比喻 推开几个门的比喻 还有就路上有什么的比喻 就比喻前几个高 那有没有一条路啊 路上又有苹果树 又有这个椰子树 又有香蕉树 又有草药 又各无生平啊 哎呦 就是这个华严经啊 就把他们汇碎的这些路排列到一起了 汇碎成那个华严经的这个圆教教理了 圆教教理 就是最后是华严经发展起来了 也所说的圆教啊 是包含前面的 我们看 不可思议圆教为华严经实地一论 全说披露法界 普贤寻海 与众所有 若是若理若因若果 依据一切重重无尽 总含诸教无法不守 称性自在 无障外 顾名为原啊 窘书偏书 顾名为原啊 这个华严经啊 他把呀 成佛分为实地 而每一地的功德呀 把前面的修法呀 都收拾一起 而华严的境界是 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讲 它是显宗的果成法 是从佛这个角度讲的法 前面是方便法 是从众生的角度讲的法 依照众生心讲的法 所以是全界 方便 原教是这个意思啊 是从佛那个角度讲的法 佛的世界 披露法界 在这个披露法界 这个为阴下的普贤寻海 所以是这里很有意思 所有的 事理因果 一己于切 重重无尽 那这就是这个 有用的司法界说 那就是原教跟前面的一个关系 把前面的这个四部 都容设在其中了 也是什么意思 你学了这个原教 把上面的其实也就都学了 所以道大师在后面讲 那个原教修行 只讲原教修行 原教修行的内容 他也把所有的其他的教的这个 观修啊 你看 也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高老师在之前 没有讲各个教的修行 因为就在这里 讲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里啊 道大师论证了这个原教 跟其他教的关系 你看啊 前前者是浅是权 后后者是深是实 若以原教望之 前四皆是应根应基是教也 后边这个括号里字是 前面是这个引用那个经论中的 后边这个括号里的 就是道大师的这个论述啊 所以说你看道大师啊 这是这个新要写的 非常科学啊 非常这个清晰 哪些是大德说的 佛说的 哪些是我道深说的 你跟大家说明白 好多人啊 讲法 写书啊 就写不明白 哪些是佛说的 哪些是他说的 混到一起了 那潜意识里就想 让你把他讲的当佛说来听啊 不说谁了 现在某个大德 他经常把他的言论 跟佛的言论混淆 搞得他的弟子 拿他说的都当佛说的了 罪过呀 真是罪过 道大师在这里说的很清楚 其实我们可以这个思考 可以判断 说对说错 众生有个分别 不然的话你怎么说啊 你佛说的我们不去辩解啊 别人说的我们就可以讨论 不然的话呢 该讨论的不能讨论 不该讨论讨论了 还有还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 那个我看的过去古代经典中啊 就我看的唯有真的就是 不是高老师说道大师 真就是道大师 把这点分的特别清楚 哪些是我说的 哪些是菩萨说的经典说的 他真是这个 给标的很清楚啊 以上分叛的五教 越靠前面的说法 越是浅的 越是权益的说法 越到后篇所谈的 就一层比一层的深入教理 那若以原教的观点来看 前面人私教 是浅的 是给浅根基人说的 是权益的说法 那道大师啊 给你这个括号里边内容 就是给你解释了 就得说了 这是精切据对待而论 相对而论 不是说说一个法 对比而讲 前四教啊 是权益方便的讲法 原教是佛要讲的究竟法 正的究竟果 但是如果我们说 哎呀这个原教真好 是真实的 不去讲前面私教 那呢原教啊 就缺少了阶梯了 原教就不圆了 空中楼阁 如果是啊 这五教能同时哄传 偏缘巨蛋 相互赞同 才能给呀 符合复杂的众生的更新 下面呢 就原教的修法啊 因为中间包含了前四教的修法了 所以对前面四教修法就不单独讲了 所以我们下一节就要讲原教的这个修法 把前四教的修法 也大家会看到 也都包含在原教的修法里 也都讲了 这是那个叛教 最后叛呢 我们叛原教 包含前四教啊 是终究法 这是得出的一个结论 在这个结论下 在这个结论下 那道大师呢 才把讲那个华言的这个原教 作为心要的主要的显宗的修行方法 给大家一点点分析什么是心 什么是心 如何认识心 心怎么是一层一层 最后认识一个真心出来的 不同认识心是怎么认识的 最后归于披露法界一心 普贤行海 下节课呢 就是要讲这个内容 我们如何从原教的角度认识心 认识心之后再认识心 这个内容呢 也包含前面那几教 所以没有道大师说了 这里啊 他也不再单独讲这个 那几个法门啊 就只是包含在原教里了 那整个那个叛教思想呢 对整个佛教进行了一个梳理 特别是对佛教的修法 进行了一个梳理 把这经典呢 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把重点呢 也展示说了一下 那这个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显宗五教 小成教 大成使教 一成宗教 一成顿教 不思于原教 不思于原教 显宗的五教啊 都归到华言 华言东 华言经 华言经最后的归到普贤行 这个我们就要详细讲啊 是怎么来认识的 这是下一周要讲的内容 那这是今天啊 我们呈上一讲 讲了之后 讲了这个 显教信要的五个层次 主要一 先手清凉过时 他们的叛教 把所有的修法经典 进行了归类啊 归成小成的 大成使教 宗教 顿教 以及的不可思计原教 最后呢 原教包容前面的内容啊 道大师将 围绕什么是心啊 来给大家 这五教进行啊 修行啊 这样的把显宗的脉络啊 就帮我们 理清了啊 还是讲啊 这个脉络理清了 这个脉络本身还是需要 很大的经典 阅读积累的 你才知道 国师们是在干什么 是吧 这几个国师们 在讲什么 所以要听不懂 没关系啊 学院那个每周五 对我这个副教经典讲课啊 也可能高老师先讲难的 也可能先讲异的啊 最后啊 你慢慢能够 以经 以经啊 就慢慢就明白了 以经 解经 因此啊 今年呢 还安排了讲很多经典 啊 我想呢 讲很多经典呢 是有助于大家 对新药的学习的 可以把其他的经典的学习 也作为你不断的了解 新药中叛教思想 那种判别 新的不同层次的 这种认知方式 作为啊 新药学习的参考经典 来学习啊 所以说 期待我们这一年呢 真的能把这十二不大经讲完啊 这样又利于我们对经典的 这个新药的这个 学习 那今天呢 可能讲的概念比较多 比较抽象啊 哎呦 暂时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回向一下啊 愿以此功德 回向准题法 现前及当来 遍阳十方界 一切众生闻 得无尽利益 善愿皆成就 妄生佛净土 究竟成佛道 暂时没有问题 是不当然了 我看准题法 如果你有一 天 是不安 所以我们还可以 我看准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